刚才看我直播的粉丝有一万多 你这一乱说话 剩了七千了 你就是个坑爷的孙子 没事爷爷 你要是喜欢 我就买点姜石粉给你 我才不要姜石粉呢 我沈容仙一辈子以诚信为本 你小子你小小年纪就弄其作强 打不着 爷爷 爷爷 你打他 打他 喝点茶 这小子气死我了 打他 呦 大孙子回来了 神秘回来了 爷爷 卡罗 今天是不是美容区了 怎么这么漂亮啊你 下一把 走吧 我们去啦 爷爷 卡罗 回来 回来 他去下棋啦 做饭去喽 将军 知识 死棋啦 将往这边走被拘尺 研究啥你研究 玩了 干吗 你这么大岁数你玩赖啊你 行吧 我去跟你坦白吧 虽然说 论公司管理你确实很厉害 但是玩棋呢 你就不如我了 我打小就跟爷爷玩像棋 那个时候呢 你还很年轻 就喜欢静静地听你吹牛 喂 密总 查清楚了 这个田临动物医院的法人 叫田东庆 也是医院的院长 最近中风住院了 医院的投资人胡长德 以田东庆违约为由 准备撤刺 并且冻结了医院的对公账号 密总 你还在听吗 我知道了 男女呢 再来一句 来 来行啊 不能白玩吧 得有点赌注 你说 我想换个新的摩托车 我给你换个摩托车 以后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不管你了 行不行 行 行 行吗 说话算说 请 我输了以后都听你的 是你说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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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来 来 来